吴莲利用所有对自己有利的因素 彻底把令如兰逼到了死路 因为世俗对女子的偏见 被监污的令如兰成了诬告 因为吴莲的权势地位 阳门不但不为令如兰做主 还再一次的羞辱 强暴她 知府大人跟吴莲狼狈为奸 令如兰上告吴莲一再受阻 好不容易找到愿意为她出庭的送尸 又被吴莲收买 女子想为自己讨回公道 为何那么难 就算令如兰妥协 嫁给吴莲做小妾 就能平息此事了吗 一 令如兰之死 烟雨秀楼和娇秀义的吴莲先生 名满天下 每年都会招收40到50名女学生 而每个慕名而来学艺的女子 都是吴莲的猎物 都被她引诱 抢行侵占过 连片带墙 夺走了初夜 在那个年代 女子的贞结就在罗群之下 被吴莲占有过的女子 不再是清白之身 一旦抖漏出去 名声败坏 嫁不出去 一辈子就毁了 受害的女子不敢发生 甚至幻想着嫁给吴莲 一关禽兽 吴莲越发疯狂 直到令如兰出现 吴莲的结局将被改写 跟之前无数名受害者一样 令如兰也误以为吴莲对她有情 满心期待等着吴莲那台入门 直到令如兰撞破吴莲跟孟婉交欢 令如兰幻想破灭 孟婉是令如兰的闺蜜 看到闺蜜跟自己喜欢的男子缠绵着 进行着肌肤之亲 令如兰伤心又愤怒 令如兰不愿听孟婉解释 认为孟婉是故意跟她抢男人 令如兰不相信孟婉是被逼的 还责怪她不告诉自己实情 认为只是孟婉的借口罢了 令如兰这个时候 还在幻想着吴莲会娶她 直到跟吴莲对职 才死心 面对令如兰的伤心欲绝 吴莲没有丝毫人情为而 只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吴莲只是把女人 当作她绣品上的一朵花 本就是该让人赏玩的 被她糟蹋 那也是荣幸的 吴莲心里变态 因为吴大娘子在婚前 被表哥骗走了清白之身 她婚后便从未跟妻子同过房 只一心痴迷于处女的身子 而那些被吴莲破过身子的女子 就是扛掌之物 就不配再用白色的丝绸 就连婢女不小心碰到她的绣品 她都会大怒 毁掉绣品 并暗地里杀了那个婢女 吴莲那些圣人的怪癖 外人不会知道 所以令如兰惹真是给吴莲做了妾 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只会迎来更狠的报复 所以不管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 令如兰仍要坚持状告吴莲 要撕下这个衣冠禽兽的面具 为自己和所有被她侵害过的女子发声 避免有更多的女子落入魔爪 吴莲却反咬一口 于是受害者令如兰成了众使之地 世人皆认为是她勾引吴莲 盘高知不成才来诬陷 看到令如兰并没有被舆论击退 吴莲授意衙门再一次羞辱令如兰 若不是沈木出手相救 令如兰就被那群下三滥的牙翼得手了 令如兰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她愈挫愈勇 就算会撞得头破血流 就算没有好结果 她也必须要告到底 只是令如兰递估了吴莲的狠心汉权势 为令如兰递撞指的刘欣 被吴莲打瘸一条腿 被陷害蹲了青年狱 为令如兰出庭的宋师赵玉成 也被收买 歪曲事实 吴莲断了令如兰的所有路 软硬兼施 逼迫令如兰嫁进吴府作妾 吴莲故意收买曾经跟令如兰有过婚约的王六郎 满大街吆喝 败坏令如兰的名声 吴莲故意打压 若即若离吴大娘子 吴大娘子心甘情愿被控制 主动替吴莲求取令如兰 虽然令家父母从始至终都在支持女儿 但被严峻行事 残酷现实所迫 最终也不得不从 否则下一个遭毒手的就是他们 令如兰不想再有无辜之人被牵连 被毒害 也自知嫁给吴莲生不如死 所以选择再出嫁那天 自行了断 只是他到死 都没能为自己讨回个公道 也没能明白孟晚的苦衷 二 孟晚坚默不言的原因 既然你早知道真相 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告诉我 令如兰不相信孟晚是被吴莲逼迫的 孟晚才说出实情 秀楼的所有女子都被吴莲见误过 看床单就知道了 跟吴莲同房后 她们的丝绸床单就会被换成麻布的 而孟晚之所以选择沉默 没有早点告诉令如兰 不只是因为她怕毁了两人之间的感情 还有以下三种原因 一 原生家庭一摊烂泥 令如兰生来就幸福 父母恩爱 家庭和睦 以至于她也向往着婚姻 想要找一个温柔贴心的 能为她梳头发的夫君 孟晚则是生来就不幸 父亲酗酒成性 经常打骂她和母亲 孟父抢走孟母所有的钱财和首饰 就连女儿头上的法事都要拽走 所以孟晚从小就知道 男人不可靠 从没想过找个什么样的夫君 只想着靠首意养活自己 令如兰生性单纯 但思想并不传统 她憧憬婚姻 但也赞同女子一辈子不嫁人 这世上能有终身不娶的男子 那也能有不成婚的女子 就像你刚才说的 只要能养活自己变好 真正爱你的人 自然会盼着你过得好 能随着自己的心意活 我是这样 你娘也定是这样 令如兰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因为她的父母和兄长都开明 不但不怕她告官毁了名声 还说要养她一辈子 不像丁如的父亲 明知女儿是被逼死的 还不敢站出来 说要保全女儿死后的清白 不清白的是 施暴者无怜 才不是这些受害者 他们的品质是好的 这才叫贞洁 也不像梦婉的母亲 自己已经被男人折磨了一辈子 痛不欲生 还给女儿灌输嫁人 是唯一指望的思想 婉儿呢 你可是娘这辈子唯一的希望了 你可得给娘争口气 娘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 就是把你送去了阴雨秀楼 只要你争气 好好洗秀 将来再嫁个好人家 咱们娘俩就有盼头了 孟母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女儿嫁人身上 孟婉又怎敢说自己被人破了身子 外人不理解自己就算了 就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理解 这才是最悲哀的 孟婉休假在家 孟母都会觉得是孟婉做错了事 更别提被监污这事了 得知无怜给令如兰下聘礼 孟母的态度很讽刺 她就是想抬高身价 你看看你 也不比那令如兰差啊 怎么就没有那样的本事呢 真是不开窍 跟无数不知内情的父母一样 孟母也巴不得孟婉 跟吴莲发生特殊关系 但孟婉知道 嫁给吴莲就等于跳进了火坑 所以她不能说 令家父母是令如兰对抗世道不公 最大的底气 而孟婉的父母只会把她推向火坑 二 勇气 智慧 地位都不够 七年后的孟婉 通过家人改变了地位 通过智慧改变了命运 孟婉嫁给徐之杨做妾事 能够得到主君和大娘子的帮助 一是因为她遇到了好人 二是因为她足够优秀 如今 大娘子已逝 我已成为徐家后宅主母 终于有资格站到她的面前 时机已至 接下来的事情 定能水到渠成 只有抛却孟家女的身份 以徐大娘子的身份 孟婉才有机会接触到她 也就是国公夫人 无联的大靠山之一 孟婉聪明 隐忍 一步步取得了国公夫人的信任 成了她眼前的红人 有了一定地位 才方便施展拳脚 孟婉明 面上为她做事 其实是利用了她 实现自己的复仇大计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孟婉 一介妇人 也不方便抛头露面 所以她召集了九名艺人联手 她用智慧 在幕后操控着一切 孟婉一直在积累力量 等待时机成熟后 她自会跟吴连亮出名牌 到那时 定能打个胜仗 而七年前 孟婉的勇气 智慧 和地位都不够 那时候站出来 无疑是一卵即时 所以七年前的孟婉 没办法站出来 没能力让吴连 得到应有的惩罚 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着令如兰 孟婉每天都尽力 说服令如兰 跟自己一起睡 可还是 被吴连钻了空子 每当令如兰 表露出对吴连的崇拜时 孟婉也只能委婉地劝她 人云亦云 他们如何知道 吴连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你记着 这世间本就有事 并非如你所想 如你所愿 切勿太过亲信可 吴连狡猾 又阴险 令如兰太过单纯 还是被吴连翩翩公子的 外表迷惑了 三 那时还没央及至亲性命 柳三娘 算是烟雨秀露中的 唯一幸免者 因为她打小 就在风月场所讨生活 见多了男人的套路 所以一眼就是 破了吴连的阴谋 趁机打晕了吴连 才逃脱魔爪 柳三娘也算是幸运 遇到了收留她的原眉 名义上 把她当作家计 实则把她当红颜知己 尊重 体贴她 柳三娘险遭毒手 深知女子不易 所以她勇敢站出来 为令如兰作证 换来的结果 却是被反咬 被羞辱 被泼脏水 所以 七年后 当孟晚邀柳三娘 加入复仇者联盟时 柳三娘不但拒绝她 还劝她放下 她自知都不过全世 直到看到骆驼 失了心智的原主君 得知主君因她受到牵连 她才答应孟晚 柳三娘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过是我以为心中真实之人 并未受到此事牵连罢了 柳三娘这才对孟晚感同身受 理解她为何放不下 毕竟令如兰是孟晚最在乎的姐妹 在孟晚寻死之际 就赎了她 所以 孟晚必须要为令如兰报仇 也是为自己和所有受害者 讨回公道 而七年前 孟晚不敢反抗 是因为他们虽遭受了侵害 但最起码还活着 还有家人和朋友在 也不是没有人闹过 只是没有任何结果和好处 索性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之后就会慢慢淡忘 况且 孟晚最了解令如兰爱打抱不平的性子 怕说出来会连累到她 无连也在背地里拿令如兰威胁孟晚 所以孟晚只能隐晦地提醒令如兰 你不用听外人将她说得如何如何好 不过是教授我们秀义的人罢了 带学成规去 便与此人在无瓜葛了 可 孟晚怎么都没想到 令如兰会因此没了命 这彻底激起了她的战斗力 这七年 她卧薪尝胆 没有一天不再不局复仇之事 三 写在最后 九亿人中的烟雨秀楼 只是现实的一个缩影 那些被无连监污的受害者 却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女子被男子侵犯 错得是失害者 大众指责的却是受害者 说他们不守妇道 不洁生自爱 想要攀高枝 令如兰不顾女子最重要的名声 尚告无怜 却屡次因证据不足 不予立案 还被人诋毁 羞辱 也正是因为世俗的眼光 外界的留言 那些受到侵害的女子 才不敢站出来 即便是 有人勇敢站出来指控了 失害者也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 手中的权势 扭转乾坤 最不记的法子 就是下聘礼 取被侵害的女子进门 这样 受害者就坐实了外界那些攀高枝的谣言 施暴者反而落得个好名声 这就是无怜猖狂 肆无忌惮 遭她无数女子的原因 犯错 犯罪 的成本太低了 惩罚的代价太小了 令如兰到最后 以死自证清白 都没能换来清白 无怜依旧重复着多年的套路 逍遥自在 这不是令如兰一个人的悲剧 也不只是烟雨秀楼那些女子的悲剧 更是所有人的的悲剧 社会的悲剧 要靠这些 适合 请继续 刺客